他说等一下过来 远景开车到停车场 却看到一名男子站在轿车旁边 焦急地望向车内拍打窗户 有冷气 应该还好可以 有冷气不太深 打开手电筒一照 这才发现有名两岁男童坐在车内 虽然有开空调 但因为车门反锁 就怕小男童待太久受不了 赶紧打电话通知锁匠前来开锁 有了开了开了 好 先开 先开一下 老板谢谢 费了好一番功夫 好不容易把车门打开 但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想说先锁起来要去拔钥匙 然后出来之后才发现 糟糕我忘记 我把前面的也早就锁起来 原来新竹这名糊涂老爸 趁着亲民廉价 要带小孩到海边钓螃蟹 结果在停车场 要下车上厕所时 忘了拔钥匙 门一关 车子自动锁上 加上这个地点非常偏僻昏暗 吓得老爸赶紧报警救人 安抚这个父亲的情绪 然后再协助通知 索将到场来开门 大约30分钟以后 就把车门打开 幸好热心远警帮忙 让关在车内的男童 顺利脱困 而这名糊涂老爸 也频频的向警方和索将道谢 让这场意外惊魂 最后是欢喜收场 记者和梦谦 廖宇智新竹报道 明镜别出自创 明镜别取得好 佐击 明镜别推订 交给